非洲猪瘟病毒流窜全台 高雄检警连日查获了14件问题肉品 其中23号在岡山一处工厂查获的鸡肉丝包裹 就演出了猪瘟病毒必须要全数销毁 另外警方也在男子炼油厂菜市场 查获了越南摊商贩售来路不明的越式酸肉 立刻查扣送宴 全面防堵猪瘟疫情 卫生局人员大动作拆开包裹进行击查 因为这三大箱鸡肉丝牛肉干 疑似混有猪肉成分内含猪瘟病毒 其中鸡肉丝的部分成非多猪瘟阳性反应 23号高雄农业局接获通报 岡山一处工厂有越南籍移工 在网路订购三大箱鸡肉丝牛肉干 但包裹从新北市寄出寄见人姓邓 疑似就是走私病毒猪肉的越南籍母女党 最后果然在鸡肉丝内验出猪瘟病毒 而类似状况也出现在男子菜市场 卫生局人员来到男子炼油厂菜市场击查 发现一名越南籍摊贩贩售来路不明肉品 当场茶扣三盒越式酸肉送宴 另外还发现对方贩卖八包过期的香肠热狗 当场依照食安法开罚 到场后卫生局人员检视 确实发现来源及标示不明的越式酸肉三包 另外现场发现预期贩售香肠及热狗八包 走私肉品流窜全台就怕非洲猪瘟重创畜牧业 警方卫生单位加强查气 也呼吁民众千万别购买来路不明肉品 否则恐面临罪重七年以下徒刑及三百万以下罚金 记者高雄最后报道 生活话题来聚焦 暑假最后一个周末假期 不少家长趁开学前带小朋友出游 可以看到各大景点都是人潮不减 在宜兰三星有游客前来泛舟 夜者说这是17号开放泛舟以来人数最多的一天 在郊西知名的葱油饼名店同样也是大排长龙 而另外在南投日月潭从昨天下午开始就涌现了大量人潮 也带动民宿住房率将近九成 今天一大早避暑圣地西头也涌现游客 云方估计会有超过六千人次入场 一台台车辆开进南投西头园区 暑假最后一个周末涌现人潮 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出来透透气 把握机会上山呼吸新鲜空气 本来都没有办法带那个小孩子出去玩 趁着最后一个不办 暑假的最后一个weekend 大家都等不及了 全部都出来三个月没有这样子这么多人的理由 没有遇到骰车 停车场以为难求全被停满 原方预估会超过六千人涌入 我们之前休员之后 那么历次有这么多的人数入场 当停车场满场 我们就采车辆一出一进的方式 再给游客入圆 日月潭28号下午开始 一大绍商店街挤满逛街人潮 人潮甚至比过年还多 店家脸上笑容没停过 差不多回来应该有五成以上的啦 人很多啦 就比之前前个礼拜都比较多了一点 旅游人潮也带动日月潭民宿住房率 接近九成满 镜头转向宜兰三星出现不少人来泛舟 游客开心的穿上救生衣 搭着橡皮挺饭舟 五架前最后出游是不是 另外郊西知名的葱油饼店 也排满人潮 不少游客都是从台北过来 周末出游 亲子族群明显占大多数 加上趁着疫情趋缓 赶在开学前带孩子出来玩 希望能抓住夏天的尾巴 这综合报道 我们继续来看到这样的画面 是出现在台南的知名景点国华街 很多小吃店都是大牌长龙 业者说生意回温两成 另外肯定同样也是游客满满 从礼拜六一路延伤到礼拜天 让超商餐厅都备货不及 货架被抢购一空 至于东游县机动加开单次 消化大量人潮 小吃店外大牌长龙 整条国华街更是人车不断热闹滚 随着疫情趋缓加上暑假的 最后一个周末 不少家长带着小孩出来游玩透气 也让低迷许久的国华老街 人潮逐渐回流 业者忙到手都停不下来 这两天比较好 比之前好大概一两成 这两个包包是要恢复像以前 这还没有 不会已经有慢慢的回温了 不只台南游客满满 墾丁同样在线人潮 周六晚上墾丁大街 涌入三万车次 超过五万游客 店家不货不及 货架几乎被扫空 而人潮持续延烧到周日一早 前晚墾丁游客将方山休息站 挤得水泄不通 想进超商还得依序排队 另外排队镜像也出现在东港东流线 扛着行李洗夹带卷 每班次都几乎满客 从售票口到码头 人多到满出来 就是要把握暑假尾巴 出门走走 偷偷气 刚好现在 小朋友他们 好像要拍球了吧 刚好我们朋友这样子 想说越来越小越愁 东流线则激动增加班次 消化保证的游客 但即便假期捷径尾身 想要旅游留下美好回忆 还是得做好防疫 把安全摆第一 借台南屏东综合报道 疫情降温 国内旅游出现曙光 而主打五星服务的台铁明日号列车 也将在9月18号正式复始 为了配合防疫政策 明日号的游客的数量 必须要降载至五成 作业座位的部分要严格落实 有区间间隔座位 餐饮的部分 目前在列车内还是不开放用餐 不过八台车厢还是会开放 在饼干水果还有餐食的部分 以外带方式做提供 派了三个多月观光列车 终于能再起航 明日号也迎来降级后的首发团 旅客期待已久的出游日 但列车为解封而已 目前还不开放饮食会不会有点小遗憾 没关系啊 那享受这个氛围就是很棒啊 对啊 现在是暑假的 人家说抓住暑假的尾巴 防疫为主啊 就是可以在车上 就是一样可以喝水 我觉得就够了 因为旅程不是很长啊 因为我们只有到花莲 七夜包车抢先出发 员工兴致不减 但明日号正式的赴时日 将落在中秋节档期 为了重新迎接旅客 也为了之后观光列车 扩大截峰 内部防疫也超前部署 那如果乘客呢 要在吧台上面用餐的话呢 原本可以两三个人聚集在一起 那现在呢 已经严格规定是一人一桌 主要针对吧台车厢 用餐规定更加严谨 餐点的供应也格外讲究 只能提供密封包装的点心 罐装饮料咖啡也必须封盖 水果还要另外再套包装 只才能再交到乘客手里 方便外带 为解封出奇 旅客人数也主动降载至五成 从原本的220人 现在最多只开放110人 加上车内频繁消毒 就是要让旅客出游 更安心 现在没有开放餐饮的状态之下 到年底的一个销售 已经达到销售率 已经达到七成到八成 旅客在一般的这个陆地上面 已经开放餐饮的状态之下 同一票人实名制 回到这个车上不能用餐 这个逻辑是有点不通 利平观光列车 能再扩大解封 业者高规格防疫应战 迎接难得的 副始日借台北 纵闻报道 黄金 依旧